歡迎山頭發席長 我是安又齊 保齡茶室中毒案的調查 今天有了重大的進展 只是中間居然還有轉折 這今天一大早 台會市長蔣萬安就召開記者會 說保齡茶室周圍的環境 都驗出了米酵菌酸 甚至從沾板到使用的菜刀 水果刀到廚師的身上 都有驗出米酵菌酸的毒素 可是到了下午 衛福部跟台大法醫所突然 改口說其實呢 在沾板跟菜刀上沒有 但是在這一名代班廚師的雙手上 卻都驗出了米酵菌酸的毒素反應 這就讓外界質疑啦 那怪了 為什麼這個廚師都沒有事呢 而且這一名代班廚師 在他這個十九號開始 這個代班之後呢 頻頻出事 又為什麼單單跳過了二十號 這一天吃過桂阿屌的民眾 都沒有這個出現 這樣的這個毒物反應呢 所以在二十號這一天 又發生了什麼樣特別不一樣的狀況呢 而且現在這一名代班廚師的雙手上 驗出了米酵菌酸 就能夠直指這一名代班廚師有問題嗎 那這個米酵菌酸到底從哪裡來的 這個謎團能不能夠解的開呢 那另外呢就是這個馬英九到中國 去進行訪問啊 不怕貼上親中的標籤 不過外界呢這個很傻眼的是 竟然是民眾黨紛紛跳出來大讚 肯定馬英九的這個訪中型啊 那這個甚至呢 民眾黨最近還在這個封什麼事呢 封歌草運動嗎 因為呢從黨公職到明代啊 不少人呢不但都在忙著直播募款啊 甚至還嫌錢不夠啊 還要賣衣服 還要賣咖啡包 而且賣到連館長都生氣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好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員滴雪瑋 各位大家好 資深政記者中年華 佑琪好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吳靜怡 大家好 資深媒體員康仁俊 佑琪好 大家好 財英專家秀米寬 佑琪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來看到 跟大家息息相關的 是四月份呢 電價這個全面調漲之後呢 雖然這個經濟部長王美花 呼籲業者不要以這個 漲電價為理由漲價 可是呢在預期心理的作祟之下呢 現在看起來萬物其漲呢 恐怕是避不了的這個趨勢了 所以有的不少民眾呢 就擔心哎呀怎麼辦啊 這個新台幣會變薄啊 所以呢就轉而寄望啊 看投資股市能不能夠賺點錢 不過因此啊 是不是這個亂象重生嗎 敏寬 通膨來了 這一波通膨真的來了 為什麼呢 四月份電價上漲 全國平均上漲百分之十一 高度用電的上漲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台積電說 我們今年要多付一百七十億的一個電費 但台積電他們也認了 本來電價就是使用者付費 讓全民來負擔本來就是不對 但現在呢預期心理情況之下 萬物全漲 例如說第一個連央行啊 過去台灣的一個央行長期利率都是不動的哦 現在連央行理監事都說了 現在台灣的利率要往上調升 往上調升完之後又起 第一件事情房貸會變貴啊 那房貸也變貴吃的也變貴 現在好多人去看那個三明之一拿起來 哎呦啊怎麼都多了五塊多了八塊等等的 現在連動物園的門票都漲價了 那現在呢台灣本來有很多的一個資金 因為我們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富足的一個地方 那這些資金呢本來躺在銀行裡面 現在躺啊躺的發現情況不太對 為什麼眼睛睜開 哎呦啊我怎麼變薄了 新台幣要變薄了 所以台灣據傳三兆的一個資金 現在走出銀行 現在開始所謂的資金狂潮了 現在這個資金狂潮現在到處跑 真的是什麼事都有 我們來看哦 鐵路的價格已經很久沒有更改了 那到底會不會漲我們到時候再來看 因為這時候他們要做計算嘛 現在呢台鐵的票價漲不漲不知道 但便當先漲 那便當先漲本來想說會有名願對不對 結果大家看到這個便當哇瘋了 為什麼呢 目前啊台鐵趁機出了這個九家菜的一個便當 尤其你有沒有看到這隻蝦子 下面呢是苦茶油櫻花蝦炒飯 上面是一隻大蝦 旁邊這個我一看 火水都快流出來了 為什麼呢 包括了有三杯杏鮑菇啊 包括了海參啊 包括魷魚 哇真的是很豐盛 還有超狂尺寸海大蝦 你看這麼大一隻 250塊 但是他有限定新北投戰才有 新北投戰 而且好像只賣七天 只有賣七天 只賣七天 好現在呢開始呢 很多人在開始討論了 為什麼呢 因為再過五十幾天 我們新的政府就要上任來了 目前來看的話呢 新政府的一個課題 原來民眾開始 他們就開始票投了 這個都是網路的一個資料 民眾現在最關心的是什麼呢 還是一件事情打炸 打炸 為什麼打炸呢 現在網路很多人在傳啊 台灣一年被騙 被炸炸了一百億 我們就想說哎呀被炸怎麼辦 我們有了一個訴發部 結果這個訴發部呢 又花了我們兩百億 可是又沒做什麼事 氣啊 然後還有物價的一個問題 但這波物價是真的 壓不住了 現在呢全國民眾最想要換掉的部長 根據這一篇的一個報導 包括了唐鳳 包括了王美花 包括了陳耀祥等等 好這個是新政府的一個課題 但很多人這個時候呢 來蹭這個議題就怪了 我們來看哦 這個是一個健康餐的一個便當啦 那這個健康餐的便當 當然有人愛吃也行 你不買也沒關係哦 但這個老闆就說 哦現在萬物皆掌啊 這個便當要賣300塊300塊 我看到這個便當300塊突然間頭有點暈了 哎像大家都很苦好嗎 對啊民眾氣炸了 民眾氣炸了就一直罵一直罵 那這個就見仁見智了 看起來好好吃就是 對我們這種愛吃肉的人來說 這個便當看起來是不好吃 就這樣給你吧 就這樣給你吧 但現在呢又起 最擔心的事情來了 啊 通膨的擔心會不會形成一種衝動 因為現在很多的那種 奇奇怪怪的事情一直在發生 例如說之前我們國內股市 先跟各位談哦 國內股市今天已經站上了 兩萬零四百點了 今天台積電漲二十塊錢 今天的整個2317的鴻海啊 一口氣往上漲漲了八九塊錢 你知道今天友達衝到多少了嗎 多少 啊對不起廣達啦廣達 現在衝到多少嗎 兩百九十八 兩百九十八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所以這波有00939跟00940之亂嘛 好 00940募集了兩千多億哦 結果第一天 四月一號上來 不知道是愚人節的關係 還是有些人覺得不對了 出了上百萬張的一個大量 有人棄車有人上車 結果現在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 有人差點離婚啊 我為了這個離婚啊 我們現在說發生什麼事哦 有一對夫妻 老公回家 結果太太煮菜煮到一飯的時候就跟他老公說 哎呀老公啊 我把我們家的房子拿去貸款之後 抵押的錢通通拿去買了00940了 老公生氣啊 老公生氣啊 最神氣記憶件事情就把他炒在那個鍋子翻了 翻了 翻了 結果現在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 有人差點離婚啊 我們現在說發生什麼事哦 有一對夫妻 老公回家 結果太太煮菜煮到一飯的時候就跟他老公說 哎呀老公啊 我把我們家的房子拿去貸款之後 抵押的錢通通拿去買了00940了 老公生氣啊 老公生氣啊 最神氣記憶件事情就把他炒在那個鍋子翻了 翻了 直接翻掉 翻掉之後他老婆也火了 我就是為了要怕通膨怕沒錢 我都在炒菜你還這樣對我 兩個人大打出手的時候 這時候就把他的電腦螢幕給砸了 而且還有照片偽證 還有流程哦 先說第一個動作是先把鍋子給翻了 然後再來把電腦給砸了 砸到他老婆越想越氣 拿了一顆磚頭 丟就丟了過去 丟了過去之後 哇頭破血流啊 還有警局報案的照片你看看 他就說了 現在我正在警局報案 現在是要準備要離婚了 所以呢這個叫00940的 大家冷靜好嗎 真的要冷靜 但現在呢 亂世出英雄啊 來跟各位說發生什麼事哦 最近我們先來說股市哦 股市單單從去年到今年 又起 過去我們說有航海王嘛 對 這波是AI戰士 沒錯 好多AI戰士聽說從去年到今年臺灣多了好幾百位到上千位的千萬富翁 他們都是靠紅海啊 廣達 偉創等等 他們都做齊全 每個人都去做齊全 加大槓桿快速操作 逢地買進空趴賣出 逢地買進逢高賣出這樣子 出現了所謂的齊全富翁 這是第一件事情 不是說這不要亂學啦 這個真的要 高手 先說人家是高手 不是那塊料不要亂學哦 房地產也有 最近房地產很多的整個房地產這些經紀人呢 他們說 他們只要逢假日逢紅哦 忙到沒空吃飯 待看待到沒空吃飯 哇 所以今年呢月薪百萬年薪千萬的一大堆 那現在呢 他們就說好多那個房子 我們有台有一位女主播 在星期天寫了一篇文章 我看的真的是 有這麼誇張嗎 他說他在台北 一個台南女孩在台北辛辛苦苦工作的是多年 身上帶了點錢去看房子 他就說再三重哦 再三重 他說星塵屋一瓶70萬到80萬 他說天啊 這是什麼價格啊 當主播當時多年買房子買不到 也買不到 好現在是這種狀況哦 但呢 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也是需要擔心的 為什麼呢 20歲到35歲 現在平均均背呢 如果有買房子 背了862萬的一個貸款 這個是史上的新高 特別是這一波 要跟各位說 房貸變貴 特別是這一波房貸電貴 但現在呢 萬物皆漲 人民憂慮哦 所以呢 很多的部長 未來該去 該留這個持續來看 但現在呢 可能這個高鐵便當 會非常非常的 這個台鐵便當 會非常非常的暢銷 不過呢 這個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物價都在漲 結果這個時候 還爆出了 這個食安風暴 尤其呢 是這個保齡茶室 這種很多案件 今天調查結果 峰迴路轉 真的也讓大家覺得 這個會不會成為世紀懸案 因為現在查出來的 這個保齡茶室呢 原來這個代班的廚師 雙手都是這個米酵菌酸 可是請教學偉啦 好奇怪 那為什麼他沒事啊 不是因為他沒事啦 是因為在烹調的過程之中 不會有人突然間吃東西啦 米酵菌酸的話 是要經由口進去之後 到體內才會產生毒素致命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確定 保齡茶室這件事情 風波啊 已經延燒了十天對不對 造成很多人人心惶惶 嚇死人了 那個什麼 飯店啊 或者是不是飯店啊 百貨公司的美食街有沒有 很多餐廳沒人敢去吃 都空空蕩蕩的 為什麼 真的去吃東西吃死人 而且是在百貨公司的 那個美食街有沒有 業績掉一半 對照理來講這種 超級戰區還能夠吃死人的話 他說實在話 一般的小吃攤怎麼辦呢 對不對 那可是現在終於可以發現了 經過這麼多長時間的調查 現在終於可以確定了 這個毒就在保齡茶室裡面 毒就是在你們家 而且說這個毒就是怎樣 就是這個代班的 那個什麼 弧姓廚師手上 為什麼 因為說社長 現在有3月24號那一天對不對 台北市衛生局 他在A13保齡現場積茶的時候 採集了很多環境跟生物積證 我那天就有講過說 這個生物跟環境積證 尤其這個保齡茶室整個環境有沒有 應該要馬上封起來對不對 進行仔細的採驗對不對 果然你看 那天採集的東西包括現場的刀跟砧板 還有那些現場人員的手部有沒有 都已經進行採檢對不對 其實我們前幾天一直在講說 這個食材到底從哪裡來 毒從哪裡來 對啊 所有的食材驗了對不對 所有的源頭也驗了對不對 包括醬料調味品 三十幾項東西 驗到最後全部都是陰性 那幸好 3月24號那天台北市衛生局 有對這些人的環境 那個因素有沒有 有進行採集 所以果然你看 答案揭曉了你知道嗎 答案就是在這個廚師的手上 就在這個代班廚師的雙手 對 代班廚師的手上 這個胡錡廚師的手上 他雙手都有 對 而且那個量還不低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說 這個毒到底從哪裡來的 那可是現在就有一些爭議 我那天就講說 不要藉由這種人的不幸 來做一些政治鬥爭 現在在講說 你看 為什麼你那一天 很多食材沒有扣下 全部扣下 你用一般的那個嘗試想也知道 今天一間餐廳裡面 他的食材有多少東西 你是要叫人去拔家嗎 把所有的食材從冰櫃裡面 冷凍櫃裡面全部都搬回家嗎 可是至少現場整個要封存 對 有封存 他們應該有做一些取樣 就是大概像八卦鴨條 醬酒或怎麼樣 我不是剛才講的嗎 驗了35項食材 全部都是陰性 所以他表示他採集的量 應該是夠了 可是最後你看那個環境 原來是在環境激症上面 才出現 那我們講回來 為什麼會在這個 那個胡錡廚師 代班廚師的手上有這個 這個米酵菌酸呢 大家現在就開始 柯南又開始出來了 他現在講說 現在啊 因為我們講說這個保齡茶 是不是他營業到三月底為止嗎 所以他之前有很多 已經過期的食材有沒有 全部擺放在裡面 擺放在裡面的話 因為原本這個什麼 周姓廚師請長假 去刺頭嘛 就換了這個代班廚師來 這個代班廚師來了之後 他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是過期要銷毀的 或者是新進的東西 新進的東西 所以他就聽老闆說 現在如果有人店 就東西拿出來插插機器 給你們吃 所以他就可能把這些 需要過期銷毀的食材 他也把它弄成食物 給一般客人吃了 那你看他們現在就講了 因為這個鮭仔條 因為我們講說 現在中毒的很多 大部分都是有吃過鮭仔條 害鮭仔條蒙壽不白之淵 好幾天 可是你看他們習慣說 這個拆封後的鮭仔條 他們習慣不冰 因為冰起來之後 還要再解凍 再做菜的話很麻煩 是既然拿過來拆封過 他就直接擺在室溫裡面 那米蕭菌酸他最愛的環境是什麼 最簡單26度以上 他就開始產生 那個菌體有沒有 就開始產生米蕭菌酸這種毒素出來 而且pH剛好在中性 鮭仔條是不是 pH值大概就在中性上下 而且現場又有油 又有溫度 你看是不是米蕭菌酸 生成的最佳環境對不對 你看他這個鮭仔條拆封之後 他不冰 而且放過夜哦 主廚 這個是那個我們講說 就是原本那個請假 請長假的主廚 對 周星廚師請假前 17號碗子賣出5盤 剩下一堆鮭仔條 18號只賣一盤 所以這些你看擺的 從17號拿出來 就一直擺擺擺擺到19號 再做給其他人吃 而且現場又有油 又有溫度 你看是不是米蕭菌酸 生成的最佳環境對不對 你看他這個鮭仔條拆封之後 他不冰而且放過夜哦 主廚 這個是那個我們講說 就是原本那個請假 請長假的主廚 對 周星廚師請假前 17號碗子賣出5盤 剩下一堆鮭仔條 18號只賣一盤 所以這些你看擺的 從17號拿出來 就一直擺擺擺到19號 再做給其他人吃 因為19號還有剩嗎 對 所以這些放 從17號放到19號 這可能就是米蕭菌酸 生成的最佳時間點 而且為什麼剩下後來 查扣的東西都驗不出米蕭菌酸 因為19號都已經擦完腦吃完了 那後來咧 可能就是因為現場還有一些環境激狀 還有米蕭菌酸的感染 所以後續他隔天進了新的貨 因為現場還有東西 可能還要吃白節那白節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接下來22號又有人 因為吃了這個鮭仔條又出事 那我們之前一直提出質疑說 3月19到23號出事 為什麼3月20號那天沒有中毒 對不對 現在大家要講3月20號那天 因為賣出七盤鮭仔條對不對 因為什麼沒有驗出來 是因為他們那一天又進了新的貨 對對進了新的貨 他可能用新的貨是煮給客人吃 所以現在20號那天 毒毒20號那天沒有 那可是現場應該有菌體在那邊 所以接下來20號這一些 拆封了新的食材之後 你又沒有冰 又沒有好好的處理 所以接下來22、23 放在那邊又感染 對又感染又開始有了 現在又有人爆料 他說其實啊這個保齡茶室 這真的很誇張 他說為了節省冷凍車運送備用 因為我很多食材在運送的過程之中 是不是要全程冷凍嘛對不對 你看他說負責送貨的這個軟性經理 都騎機車載運過那條 現在天氣天天變熱之後 很多東西不僅 即使沒有那個米酵菌酸的話 有可能臭傷了嘛 所以這個食材的本身管理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接下來又開始爆料你看 他爆料講說他們有一種獨家的醬料 就是黑醬油 就是馬來西亞進口的黑醬油對不對 他們也自製拿出來做什麼 什麼森巴辣椒醬對不對 那新香料保存不當 很多人去吃了之後 竟然覺得說這個辣椒醬吃起來那是苦的 所以你看 這個一連串下來的話 是不是表示說保齡茶室 在這個做食品業這個方面的話 對於這些食材的那個保存 或者新鮮度的話是有疑慮的 所以人家講說他的廚房管理非常不當 好那不過現在可以確定 既然從廚師的手上 驗出了這個米酵菌酸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以這個整個裡面的監視系統為基準 到底在哪個環節上 他在做菜上 讓這個米酵菌酸進入了食物裡面 讓客人吃下去 這個是一個重點 就可以到時候就可以釐清楚了 那不過你看衛福部長 那個薛瑞瑩也講 現在可以排除一個就是說 沒有人為下毒的可能性 因為你如果今天米酵菌酸要下毒在裡面 應該你要有標準品對不對 否則你不會刻意去生成這個米酵菌酸 而且你也不知道多久的時間 在什麼環境之下 會生成多少量的米酵菌酸 所以他也不排除說 國際通聯頻繁之下的人為帶進來 帶進來不是帶進來這個米酵菌酸 他有可能是帶進來這個菌 就是唐昌浦伯克氏菌 我們那天有講過 所以和美香也出來講對不對 為了防止這個米酵菌酸 進入台灣的生態鏈 這很嚴重 我上個禮拜就講過說 這個米酵菌酸不是傳染病 他不會傳染 可是這個唐昌浦伯克氏菌 如果進來進到台灣之後 他如果慢慢在各地開始進行繁殖之後 他就是主要 我剛才講過嘛 26度以上 PH值中心的那個環境裡面 加上有油脂的話 他就有生存 生出那個米酵菌酸的那個環境啊 所以現在要開始研究 你這個菌到底是從哪裡進來的 這個源頭要把它管控住之後 否則米酵菌酸這個唐昌浦伯克氏菌 如果進到台灣之後 以後如果不小心的話 很容易 尤其夏天快到了 很容易各地就會出現很多很多的 類似這種案例 會不會有 我不敢保證 不過以大陸的資訊來看的話 大陸就是因為當初產生的這個菌 所以那個何美香也講嘛 對不對 現在唐昌浦伯克氏菌 已經在中國落地生根 所以大陸接二連三 我說從2010年到2020年 總共死 因為這個是案件有沒有 就是這個米酵菌酸死了三十七個人 所以為了要讓台灣以後 那個食安進行把那個 有一點保障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一定要趕快找出來說 這個唐昌浦伯克氏菌 到底是從哪裡進來的 不過年晃這個案子 我覺得還是蠻多疑點的 包括這個廚師雙手上有 後來說什麼砧板刀上都沒有 可能廚師有可能去拿刀不是嗎 而且很多現在很多網友辦柯南 那廚師在這個檢體拿去化驗前 都不用洗手的嗎 那到底為什麼只有那個廚師的手上有 然後你說他去握刀柄 因為他要切菜幹嘛的 那怎麼會刀柄上也沒有 砧板也許他真的沒有 可是砧板他也是要洗砧板 什麼之類的吧 那為什麼就只有他的雙手上有 然後他雙手上有 他卻完全沒有出事 而且這麼多天 怎麼會救他沒有事 然後還有跳過了二十號這邊 然後說是因為拆封了這個新的食材 然後可能放在那邊又感染了 啊這麼快嗎 好奇怪喔 你怎麼看這個案子啊 今天講話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 也覺得破案了 但事實上疑點更多 我不質疑台大法醫研究所的檢驗結果 那的確在這個廚師的雙手上 驗出米酵菌酸 但是台大法醫研究所沒有告訴我們 他這個米酵菌酸 他到底濃度有多高 因為合理來講 一個廚師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對啊 這是廚師必須的專業 跟他們的職業倫理 就是你一定會常洗手嘛 好所以疑點一 A13那家店從19號到23號 都有人因為吃了板條或是河粉 然後中毒 但是唯獨20號例外 對 好那問題就來了 廚師被雙手被採樣是24號 也就是說 從19到23號 廚師手上 除了20號以外 如果假設廚師的雙手是主要感染源的話 那就19到23號 甚至到24號那一天 除了20號以外 廚師雙手上都有米酵菌酸 對啊 只有20號沒有 怎麼會20號水上沒有 所以廚師19號到23號都不洗澡 也不洗手 對啊很奇怪 對不對 這第一個疑點 那為什麼20號沒有 對 你說如果是食材的問題 食材影響到廚師的雙手 好 另外一個可能性 19號那個食材有問題 廚師雙手之後感染的米酵菌酸 然後他19號回家洗澡洗手之後 第20號那一包食材是乾淨的 然後21號又拿到壞掉的食材 那有這麼多好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1.1 1.2 請問那個米酵菌酸是哪裡來的 對 除非這個廚師是吸毒歐陽風 自己身上會帶毒 對啊 要不然你不可能廚師手上 目明顯示會有米酵菌酸 然後現場所有的食材 35樣驗出來通通沒有 砧板刀子也都沒有 然後他現在衛福部唯一的能夠解釋 就是說還是那個當時那筆有問題的 已經吃掉了 可是這也很奇怪 我覺得吃掉的可能性不大 被銷毀掉的可能性很高 因為為什麼 這個就要講到台北市政府很可惜的 說24號去稽查的時候 他沒有把食材帶回去檢驗 對啊 因為24號這件事情 東窗事發 媒體報導了 所以有可能24號所有 可能被懷疑有問題的食材 可能早一步被銷毀掉了 這個可能從監視錄影器 也許可以找到端倪 要不然我解釋不出來 食材沒有問題 對 店沒問題 桌子沒問題 只有廚師一雙手有 那真的只有 除非他吸毒歐陽風 要不然我真的無法解釋 這米酵菌酸是從天而降嗎 對啊 他廚師身體會產生米酵菌酸嗎 然後只有他雙手有 然後而且 而且幾天了還驗得出來 對 所以我覺得不合理 然後20號那一天卻沒有 對這個疑點 疑點2 所以臺北市政府說 衛福部沒有規定說一定要把食材帶回去 我覺得臺北市政府你不要找這種理由 這會笑死人 食物中毒第一件事就想要驗食材嘛 對啊還要規定嗎 對不對 都出人命了 就今天臺中才發生一件事也是有人去跟議員講說 他吃東西身體不舒服 臺中市政府今天昨天就去那家餐廳 也是把除了環境檢驗之外 也把食材帶回去驗嘛 這需要規定嗎 對啊 對不對 這個不需要規定 這個是SOP你該做 那你疏忽了 那以後就改進就好 還有還有一個疑點就說 好這個廚師24號被驗出來 就算我剛剛前面提的1.1 1.2都得到合理的解釋 那請問1.3 24號這個廚師 他一整天都不洗手嗎 因為24號被驗出來喔 那請問在那個之前 他手上是不是就有米酵菌酸 是啊 那他一整天都不洗手 我無法想像一個廚師一整天都不洗手 因為他不是說一上班 去到廚房就被驗出來 那如果一上班驗出來更不合理 因為你才剛從家裡去 除非你前天沒回家 也不洗手 而且這樣照理說20號就會有啊 對好 那既然這個廚師24號還被驗到 那請問24號那一整天 他手都沒有摸他的口鼻 然後沒有拿東西吃 對啊好奇怪 那你說好 這個廚師可能因為他手上的米酵菌酸 濃度不高 所以他自己吃了沒事 那為什麼客戶吃了會有事 對 那人身體都比較爛嗎 因為照理說 如果假設廚師的手是 第一個感染源 就因為現在被什麼感染 我們不知道 他是第二個好了 第一個是一定是某一種食材嘛 他是第二個好了 那他的手上的米酵菌酸的濃度 應該最高 他如果吃到 他應該最嚴重 那他沾到食材上 再給客戶 應該就濃度慢慢就稀釋掉了 沒有道理客戶比較嚴重 客人比較嚴重 然後廚師沒事 對 這個疑點我也想不通 完全沒事 對我也完全想不通 而且有的時候廚師會說 是不是他有沒有抽菸啊 去外面什麼 對啊都會碰到的啊 你一定會碰到口鼻嘛 對不對 那所以我也完全想不通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說 太詭異了 今天驗出來 這個廚師的手上有米酵菌酸 這是好事 就是說至少知道 可能的感染源之一 是來自於廚師的雙手 但是就如同我們一般 這幾天 這個禮拜 大家惡補了很多生物學常識 知道人體不會產生米酵菌酸 人體不會製造 他不是那個COVID-19的病毒 說人體會傳播 人體不會產生米酵菌酸 那所以這個米酵菌酸 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是一個關鍵 而這個關鍵 有可能將來在司法上 有可能成為 他很重要的關鍵證據 因為你說廚師手上有 那法官一定會問 一定會問檢方 那他手上 這個毒是從哪裡來的 檢察官如果答不出來 那你要法官怎麼判 包括他末日什麼東西 他的家裡面 是不是都要去搜索 因為司法證據 是講就講證據的 那光這個是很難定他 不可能憑空而降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 保齡要不要負責 保齡當然要負責 在你餐廳裡面 吃到吃到吃死人 你當然要負責 那問題是保齡負的責任 跟廚師負的責任 到時候這個法律上 比例什麼 那個都是要講究證據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假設台北市政府 3月24號那天 把所有現場食材 跟料理 板條跟河粉有關食材 都帶回去檢驗 搞不好可以在某一種食材上 驗出米酵菌算也不一定 那這個兩個證據就契合了 因為廚師在料理 可能板條或河粉的過程裡面 他一定會用到這個調味料或是這個食材 然後因為他手碰觸到了 或說這個食材本身的問題 因為廚師手上會有米酵菌 那是因為他碰觸到這個食材 對 所以因為你可以 你用常理推斷嘛 消費者吃到的米酵菌酸的毒的濃度 絕對比廚師手上的高 要不然廚師會先掛掉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當然 這裡面還有很多疑點 不過我真的提醒一下 台北市政府 就是說 這件事情說實在 也你說完全要歸咎於你呢 我也不會那麼殘忍 畢竟它是一個意外 可是有一些缺失 台北市政府你要先承認 你才有辦法改善 比如說 最近才發現 保齡在台北三家店 通通沒有投保 對 他去年10月底 保險就到期了 到今年3月 你知道台北市政府 衛生局 他對於這個餐廳 他有一張 自視的檢驗表 裡面有一項 就是要檢查 有沒有 投保 到有效的保險 OK 好 那我就問你台北市政府 我覺得台北市議員 可以去調資料 衛生局 從去年10月 到今年3月之間 有沒有去檢查過A13 如果你都沒有去檢查過 大賣場 跟百貨公司的美食街 跟餐廳 是重點檢查的項目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人多 因為人多 沒錯 如果你都沒有去檢查過 那這個缺失 是不是要改善過來 那如果你去檢查過 卻沒有去查驗說 他有沒有合格的保險 那就是人為舒適囉 難吃其救啊 還是說你根本沒去檢查 在辦公室把它勾一勾 那就犯法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都還有很多真相等待我們去釐清 那台北市政府 我知道蔣萬安可能急著把責任推給中央 推給柯文哲 但是你自己的市政府所犯的缺點 正所犯下的缺點 你還是要找到問題嗎 你同樣的缺點 錯誤才不會再犯第二次 不過觀眾現在最關心的是 為什麼只有這個廚師的雙手上 驗出了米酵菌酸 這個廚師真的大有問題嗎 這個米酵菌酸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非常重要 這個中研院的這個研究員 何美香就提醒 千萬不能讓米酵菌酸 在台灣落地生根 因為現在中國就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這個案子 我們還是會再持續的追下去 現在看起來 這一名代班廚師恐怕逃不了責任 那到底是不是其他直接的證據 被毀屍滅跡了呢 台北市政府是不是要負起 最直接的責任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馬英九到中國去進行訪問 哇 跟這個國台辦主任宋濤 唱雙簧起來了嗎 好 我們看到馬英九 這個昨天晚間 這個終於見到了 這個國台辦主任宋濤 而且在宋濤面前還強調 九二共識是兩岸攜手的關鍵 還說九二共識不會因為形勢而改變 沒有人認為兩岸會戰爭 就是九二共識的最佳體現 真的是不停跳針 而且更誇張的是現在中國的經濟 不是已經像活死人一樣了嗎 結果馬英九狂戰中氣 而且超關心比亞迪的 甚至昨天連曾經是中國首富的馬化騰 都大陣仗的來接待馬英九 那馬英九第一天就去訪問了兩間中國企業 那都是這個美國的這個視為 這個眼衝釘的一個就是騰訊 一個就是大江無人機 馬英九還大戰騰訊的租聽器 怎麼這麼便宜啊 然後深圳的千台無人機 甚至還在這個空中 你看拼出了融合兩岸 共創未來的這樣的一個字樣 讓馬英九笑得好開心啊 機器人還對馬英九比愛心啊 那這個馬英九怎麼講 馬英九還問說哎呀 這個BRD可以領先全球電動車幾年啊 感覺好像他變成習近平了 然後這個宋濤講說 我們要有自信心 永遠追不上 好然後這個馬英九 這個今天參觀什麼 這個翠恆村 直廟的是 昨天的是羽人節嘛 那馬英九去訪中的時候 那個共機領導臺 一家都沒有來 馬上就有這個國內退將 跳出來講 你看看馬英九去中國訪問 人家就釋出善意 關鍵就在馬英九訪中啊 好了話才講完 今天共機就來了六架 還給我們逾越中線兩架 而且呢 最近還距離這個基隆六十海里 然後共劍還給我來了七艘 然後接下來明天還要發射 這個火箭經過我們的航空識別區 所以呢馬英九去了以後 有比較好嗎 好那這個路透社呢 則是這個 證實了馬英九四月八號 下個禮拜一呢 確實要這個 建習近平進行馬熙二會啊 那這個 但是呢這個柯文哲在馬英九出發前 他怎麼講 柯文哲說 總要有人去做 做該做的事嘛 對中國有什麼該做的事 等一下我們來請教您的話 而且呢 這個柯文哲這個 憑馬熙會啊 他怎麼講 他這個 這個說什麼 說什麼不能說只有九二公司是兩岸不打仗的方法 其實也有其他方法啦 這有說跟沒說不是一樣嗎 然後呢被問支持馬熙二會嗎 然後柯文哲沒有回答 但是大家記得嗎 2015年馬熙會的時候 柯文哲是罵馬英九 你連一個中國都講下去了 這個頭腦壞掉還是怎麼樣 這個時至今日 態度不一樣了 而且呢 這個更妙的是呢 這個小蘭現在是比較染紅了 民眾黨呢 紛紛跳出來挺這個馬熙二會 這個民眾黨主席辦公室 涉外事務總監 周台主怎麼講 哎呀 這個馬英九這麼做 真的膽子很大 非常值得肯定啊 還講說你看看 兩岸關係這麼正面的動作 都會被綠營抹紅 你把他這個名稱拿掉 你還以為是國民黨講的呢 然後呢民眾黨的立委張祈凱也說 哎呀這樣很好啊 我自己接下來都不排除 寄馬英九之後到中國去訪問台商啊 而且呢 這個相較於這個美方 真的是兩樣情 美方現在是緊盯著這個馬熙二會 我們看到AIT的主席羅森伯格 就在這個時候呢 五度到台灣來進行這個訪問啊 而且特別強調 美國期待台灣持續維持現狀喔 好那關於這一點呢 我們先請教這個靜宜啊 哎 你怎麼看馬英九 這是到中國去進行訪問喔 是不是真的 因為有媒體人講嘛 馬英九如果真的馬熙二會了 接下來下一次的總統大選 馬英九就注定贏不了啦 那甚至呢 哎你說贏不了 民眾黨怎麼沒在怕 民眾還跳出來大戰馬英九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我覺得是這樣啦 從凱凱岸到時安 從這個馬英九去訪中 今天盧秀燕去新加坡 我認為就是國民黨現在是內憂外患 其實民進黨一點都不擔心 還很樂意去馬英九你趕快去嘛 對不對 原因都很簡單 我覺得馬英九這個行為 他反而是在選後 他宣布他要去中國這行程之後 你會發現他引起什麼旋風 叫做親中路線的旋風 哦 那親中路線旋風 你要知道柯文哲 連親中路線旋風都要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柯文哲還特別 找了一個special的顧問 這個叫做民眾黨 主席特別顧問 找了一個特別紅的嘛 邱毅 邱毅 我覺得馬英九這個行為 他反而是在選後 他宣布他要去中國這行程之後 你會發現他引起什麼旋風 叫做親中路線的旋風 哦 那親中路線旋風 你要知道柯文哲 連親中路線旋風都要蹭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柯文哲還特別 哦 找了一個special的顧問 哦 這個叫做民眾黨 主席特別顧問 找了一個特別紅的嘛 嗯 邱毅 邱毅 所以我認為民眾黨是怎麼樣 民眾黨他是想要跟國民黨去搶 親中路線的政黨票 的這個選票嘛 所以其實柯文哲就把邱毅 當成親中路線的春藥 哦 因為柯文哲說他不去 所以他把邱毅請過來 哦 表示一下 哦 對不對 柯文哲說我暫時不去 對他暫時不去 好 先讓馬英九去做這個 呃有人該做的事 對 那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為什麼叫內憂外患 內憂我剛講了嘛 就是城市治理的問題 從這個謝國良到蔣萬安 其實在當地方的這個市民其實都不是很開心 那另外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馬英九 嗯 那其實馬英九很特別啦 他大家都知道嘛 他在選前的時候 接受這個德國之音的專訪 嗯 說相信習近平 結果呢 哦這一拳就擊爆了所謂的這個侯友宜嘛 對 那甚至連這個選前之間的台 他都沒有辦法過去 嗯 那另外就是說選後 選後很多國民黨的內部也在問啊 說哦 哦馬前總統去的必要性存在嗎 嗯 幹嘛又要去 哎唷我還聽到人家這樣講 對啊 為什麼他要去 大家都覺得你很奇怪 因為他他可能現在馬英九 已經變成是屬於個人主義比較重 那可能需要自己的歷史定位 這可能性比較大 但是就於這個所謂的民調來看 不管是民生的議題 也就是在五成以上 接近六成 人民在乎的是什麼 人民在乎的是油電雙掌嘛 另外一個還有在乎的是什麼 在乎的就是打炸 那國民黨現在已經拿到最大席次了 為什麼在這上面 你完全都沒有著力呢 你知道在所有年齡層裡面 最反感的 對於這個中共感到最反感的是什麼 90到對不起 30到39歲 你知道這個年齡層代表什麼 代表他出社會一陣子 對他是新成家 他在乎他小孩以後成長 怎麼辦 所以對於中共來講 對於30到39歲來講 是有威脅感的 對 所以國民黨在這方面 剛好也是他們選票最弱的地方 所以他可恐怕 恐怕他根本想要成為永遠的在野黨 那他們路線就這樣繼續走 因為大家來講 關於這個民眾黨的部分 我認為民眾黨也很有趣啦 黨主席其實你自己也要去看一下 關於這個民眾黨的這個民調 民眾黨的民調 如果你問到 問到你對這個反這個 到底你有多反感啊 我們來講就是 對於這個中共的部分 那個反感其實有八成以上 八成以上 對啊 所以其實很多支持民眾黨的人 其實我必須講很多是泛率 而且是支持小英路線的 所以其實柯文哲在於 這所謂趁著馬英九的時候 民眾黨有一些人積極的表態 要輕忠 我覺得這對民眾一定是扣分的 對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以為小草不會在意咧 我認為就是說 部分的小草是不會在意 甚至有一些的小草 他們居然說 之前居然言論是這樣 如果中共要打過來 我已經準備好五星期了 居然有這樣子的小草 而且他還是在有這個 所謂自己的群組啊等等 所以其實小草的言論 我是認為還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是不支持親共的 那另外我們要講齁 其實你要知道馬英九 過去中國給人家什麼印象 其實很多年輕人 其實不清楚 馬英九跟九二共識的關係啊 我說很多 所以二十幾歲的人 但馬英九在二十幾歲的眼裡 他更像什麼 他比較像帶貨的網紅 帶貨網紅 美國不要的我都要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馬英九 他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 他跟國民黨至今 還是有非常深厚的關係 那現在呢你去想 這個所謂盧秀燕他去新加坡 我認為盧秀燕他的想法是這樣 他可能要花兩年的時間 趕快把政治路線給拉回來 所以他第一點選擇去新加坡 那他接下來可能就開始 會去其他的國家 去做拜訪的動作 那另外我也覺得很有趣啊 就是國民黨 你記得剛開始選完之後 國民黨的聲勢很高嘛 一片叫好啊 那那個時候小富還一直想要拉著 國民黨這個民眾黨的手嘛 那國民黨很厲害 他們搭建了這個所謂立院的舞台 那你知道讓誰上去跳舞嗎 黃國昌啊 讓黃國昌上去了 他每天都在那邊 這個拍桌 說拋銷 我比這 我不聽鞋 每天都在那邊表演嘛 真的 表演表演著 你知道 今天我們就要宣布 國民黨就是正式的小白藍 真的變小白藍了 因為他的這個好感度 現在排名是第三名 居然輸了民眾黨嘛 對啊 所以民眾黨現在已經不是小藍的叫 反而現在這個國民黨是小白藍 而且這個外傳說習近平要馬英九去 然後馬英九就去了 那馬英九去了之後呢 那習近平有在乎馬英九嗎 看起來沒有 因為馬英九去了之後 我們看到國內很多人在負荷馬英九 包括退降馬上講 你看第一天空機就沒有來啊 然後第二天馬上來這個六七架 然後就可以這個退降跟馬英九狠狠打臉 所以就請教這個年晃 而且為什麼這一次羅森伯格 突然在這個時間內第五度到臺灣來進行訪問 而且要特別強調 期待臺灣繼續維持現狀 因為附和馬英九的已經不只是以往 我們看到藍營內部的人 還包括民眾黨 而且他是 而且這個周海祖是誰啊 主席辦公室設外事務總監 他跳出來大戰馬英九這個時候去 膽子大你勇敢 我們給你肯定 而且還說這個叫做正面的動作 而且罵的是民進黨的抹紅 所以這個時候為什麼這個羅森伯格會到臺灣來 當然也看得出來美國的一種憂慮嗎 你怎麼看 先講這個退降 這位退降 我認為這一波的操作都是中國在520賴清德發表就職演說之前 一系列的操作 包含邀請馬英九去4月8號安排馬錫會去參訪三家被美國跟歐洲制裁的公司 尤其大疆最嚴重因為已經被美國列為這個實體制裁名單了 比亞迪的話現在歐盟還在調查當中 因為他低價請銷電動車影響到歐盟的市場 然後還說好棒喔 比亞迪可以領先全世界幾年 其實也沒有啦 沒有啊 結果馬英九就作囚啊 其實這個就統戰嘛 這是中國安排的嘛 那至於這位退降呢 我懷疑他也是中國安排的 為什麼因為他講第一個他講的不是事實 馬英九昨天出發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國防部發布的消息 從4月1號早上6點到今天早上6點 24小時增貨共機6架次兩架次超過台海海峽中線 共建7艘次持續在台海周邊活動 所以根本有來啊 有啊 對那好 那如果退降你真的覺得馬英九那麼厲害 我是給你一個建議 麻煩你幫我轉達給馬英九 如果你在中國都沒有共機來 那馬英九你就不用回來了 你就常住在那邊就好了 這樣以後都 對我們我們真的謝謝你 對你這樣善良 還有人說要找共以那個反分裂法去辦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不會觸犯反分裂法 因為他認為是中國人嘛 而且他說他的馬伴不是出發前說 臺灣不是國家嗎 哦對不對 對啊所以他不會觸犯反分裂法 那馬英九你如果願意常住在中國 確保共機不會再騷擾我們的話 你在臺灣的家屬我們可以幫你照顧 OK沒有問題的 這點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好所以呢這個是整個統戰的一環 就是對賴清德的施壓 那好馬英九就是去為什麼安排4月8號會馬習會 第一個4月8號同一天岸田文想要飛去美國跟拜登 美日高峰會對 討論的就是南海跟台海議題 三天後4月11號再加一個菲律賓總統小馬可 是要談的也是南海的議題 對就整體的印太戰略 對而且可能在4月11號當天會有一個新的聯盟出現 就是美日非三國的聯盟那這個針對性就很強 因為菲律賓跟台海大概比較沒有關係 主要就是南海 所以然後接著呢 北約的會議拜登邀請韓國總統以喜悅跟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也去參加北約的會議 所以這一連串的會議其實他在做一件事情 就因為美國年底有總統大選 所以美國在這個總統離總統選舉還有七八個月的時候 他必須在印太地區有更多的部署 尤其現在印太整個的熱點就是南海跟台海 這是美國的計畫 所以習近平選擇4月8號見馬英九他的目的什麼 他的目的只是做大外宣用而已 你不會要讓中國人小粉紅們覺得說我們中國怎麼最近老是挨打 美國也打我們一拳 日本也打我們一拳 連菲律賓這個小朋友都敢讓我們嗆聲 至少台灣前總統馬英九有來了 有來乖乖乖 這讓台灣很尷尬耶 對就很尷尬嘛 其實我跟你講 台灣內部我們在看馬英九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多少人在乎馬英九 沒錯 但是國際會看到的跟中共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情 就馬英九現在唯一的價值就是他當過八年的前總統 沒錯 而且是現任總統的前一任而已 就算還新鮮的還在賞位棋裡面 這也是他唯一被中國利用的一個身份 而中國現在放眼台灣的政壇 好像也找不到一個馬英九的替代品 什麼是馬英九替代品呢 就是第一個你要認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最新的今年的調查 因為政大選中心每年都會做國家認同的 國族認同 最新的調查是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只有百分之二點四 所以馬英九是代表那百分之二點四 而且有最新的民調啊 你認為台灣是個國家的八成耶 所以馬英九是代表那百分之二點四嘛 因為這種人在台灣越來越少 所以馬英九他的剩餘價值會 他的賞位棋會長一點 因為越來越少 你要找到第一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 第二個認同說台灣跟中國要變成同一個國家的 第三個他在台灣 曾經擔任過重要職位有相當的影響力 前總統夠重要 也有相當的影響 那個相當相當小的影響力 因為老共暫時找不到替代品 所以呢暫時繼續利用馬英九 可是你看共產黨 你跟共產黨打交道 你要注意細節 這次馬英九受歡迎的程度 不要跟當年2005年連戰比啦 連戰那個規格 我認為以後不會有人超越他 跟他自己上一次去 去年嘛 就已經完全不一樣 這次誰接的 郭台辦副主任 然後沒有紅地毯 什麼都沒有 那連戰去那個規格就不用講 所以老共一方面 對馬英九來 馬英九現在對習近平來講 就是個雞肋嘛 實之無畏 但是氣之可惜 因為暫時找不到雞排嘛 所以雞骨頭摸 那可是呢 我又不想給你太高的規格 所以我就在儀式上羞辱你 這共產黨最注重的 你所有跟共產黨打過交道的人 都會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今天來跟你談的是哪些人 第二個坐的位置是怎麼做 因為共產黨很在乎這些小細節 因為他從這些小細節 他就知道他對這件事情的重視程度是什麼 所以老共是故意給馬英九難看 而且他不可能不知道 四月一號是愚人節 對他當然知道 雖然中國不過愚人 因為可能十三億都被愚弄很久 每天都是愚人節 所以對他們講四月一號不重要 因為每天都被愚弄 所以老共是故意一方面 你臺灣暫時除了馬英九找不到起來 第二個就說好 但是我不會不要讓你太高的規格 所以我研判四月八號 習近平跟馬英九見面 一定會講兩件事 第一個要馬英九附和九二共識 兩岸同屬一中 台海不是國際水域 第二個南海九段論 他要求會要馬英九附和 因為這兩件事情 現在中國最關心的事情 也是美國現在很關心的事情 所以那至於柯文哲 柯文哲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想取代馬英九 但很可惜 因為他今年沒選上總統 所以他還沒有機會變成前總統 他變成前總統 可能要最快八年後 搞不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變成前總統 所以中共不會理他 老共不會理他 周台族不重要 周台族跳過 跳過不重要 他講什麼話 周台族哪位啊 你哪位啊 對不對 只是他代表民眾黨 包括這個張祈凱 不願意到這個 他去就去嘛 那他的自由嘛 那記得要回來 就去就去 周台族講那個話 其實我都不覺得 他會代表柯文哲或民眾黨 因為今天如果我們拉高分被罵他 明天柯文哲就說 沒有那他自己講的 他沒有跟我討論過 民眾黨隨時就是可割可氣 就是一群韭菜或小草 就隨時可以被割掉 羅森伯格來有一個假訊息的操作 很可惡 就今天聯合報在寫說 代表他不信任賴清德 我是覺得 就是說當記者 有一個最基本的查證能力 羅森伯格去年就任 到今年為止 一年多的時間 他來了五次 台灣 今年現在才四月初 他已經來兩次了 你說他不信任賴清德 那我就告訴你 羅森伯格這是來幹嘛 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因為馬英九去中國 然後加上我剛剛講 拜登在美國即將開那些會 羅森伯格是代表美國政府 來先跟我們的政府簡報說 美國在這些國際會議裡面 談到跟台灣的關係 大概是什麼樣的態度跟角度 甚至可能連 比較精確的用詞都已經擬好了 他來先跟台灣做簡報 第二個 羅森伯格也想知道 我們台灣的國安單位 對於馬英九這一趟去中國 我們的評估是什麼 那美國當然有他自己的評估 兩邊交換一下意見 看看我們的評估有沒有落差 那如果有落差 落差在什麼地方 第三件事情 羅森伯格為什麼今年來兩次 他上一次來是賴清德 當選的隔美幾天就來了 他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他也知道 現這次國會是兩大一小黨 民進黨沒有單獨過半 所以以後賴清德執政會很辛苦 這是事實 那羅森伯格來第一個表達 美國對於台灣透過民主程序 選出來的民選總統的支持 今天不管誰當選 我相信即使是侯友 或柯文哲當選 羅森伯格一樣會來 另外一個我覺得他來 因為這次你注意到 羅森伯格來 可能不只見賴清德跟蔡英文 他可能也會見其他的 主要政黨的主席 那我覺得羅森伯格想傳達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政黨競爭沒有關係 但是對於國家安全 跟整個地緣政治區域的印太地區 大家應該要有共同的想法 跟看法跟做法 所以羅森伯格來 是傳達這些訊息 他不可能不信任賴清德 因為關於賴清德已經講過 一百次了吧 就兩岸還是走蔡英文路線 包含BBC剛剛總統府最新丟出來的 BBC訪問蔡英文 記者問了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你認為台灣需不需要宣布獨立 蔡英文還是那一套嘛 就是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事實上我們有軍隊 我們有政府 我們有選舉 我們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我們不需要再宣布獨立 我們現在國號叫中華民國台灣嘛 你相信 我相信你叫賴清德 被一百遍 他也是同樣這些東西 就是說在現階段 維持臺海現狀 對於美國跟台灣來講 是符合兩國的最高利益 所以誰都不會去改變他 所以請不要配合中國在操作認知作戰 要形塑成好像馬英九去中國 可以帶來兩岸和平 然後羅森伯格來台灣 是因為不信任賴清德 兩個加起來就是呢 台灣現在好危險 其實沒有危險 不過學偉怎麼看 就是如果真的馬習二會的話 後續對這個台灣的政壇 會造成什麼樣不可能的後果嗎 包括現在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馬習真的二會了 真的會害慘國民黨 你怎麼看 馬習二會當然是害慘國民黨 我先講這個結論好了 就是現在你看 我們現在媒體三月的國政 實證的那個國政民調有沒有 蔡英文總統滿意度還是五十二人 真的說真的一個要下臺 剩下五十幾天就要下臺的總統 支持度還過半 這不容易 對這個真的很難 而且美國重視台灣的 一般民眾認為是五十七點八 一塊六成 對啊那大家就覺得說 現在親美抗中 應該就是我們正確應該走的路線 一般老百姓是這樣認為對不對 那你知道其實民進黨執政 大家對於民進黨執政也有 當然也有一些意見 他有一些不滿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他的排名 第一點是油電漲價 第二個是詐騙 第三個是貧富差距 所以對這個外交政策 尤其是兩岸的關係 管理跟大陸是什麼態度有沒有 老百姓根本不是很在乎嘛對不對 在乎的是民政議題啊 所以你馬英九選在這個時候 訪中甚至還要馬習二會 其實說真的只是宣告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就是你那個什麼國民黨 你你你真的是 你的國民黨如果沒有強力的 做一些政策辯駁的話 只是宣告說你對執政 越來越遠了 反正也變沒機會執政了 對不對 那我講實在話嘛 永遠的在野黨 對嘛 因為說實在話 你看我們我們先看馬英九去 因為馬英九去的話 即使有人關注到這個新聞的話 也會拿2005年的那個 連戰附中的話做比較啊 當初連戰去的話 接機的是誰 是國台辦主任陳雲林 那你這一次接機的是誰 是副主任潘選長 那些人插一口氣啊你知道嗎 而且說實在 這個新華網有沒有 官媒有沒有 對 他的所有的那個官宣 官網的內容跟標題 你都看不到前總統這三個字啊 對不對 他不可能講你 對 不可能講你是領導人嘛 對不對 連先生兩個字都看不到 連先生兩個字都沒啦 他都沒 只有習近平 在宋超轉達的時候 他說轉達習近平 對馬英九先生 親切問候與良好的祝願 你習近平還要拖人 還要拖宋濤來跟你問候 你知道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看起來 真的會不會有馬習二會 你現在還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對我現在慢慢懷疑 我剛剛只是覺得說 應該有可能嘛 沒有你馬英九 就去問候 走去那些什麼 可是我發現 看到目前為止看起來 真的只是馬英九對習近平 的欲往情深 如果最後沒有 糗大了耶 對啊 你看過是 馬英九 一直要嚇習近平對不對 會不會習近平 后来发现说 哇 这个为台湾 对他台流来 这是为了恐怖情人 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你看 其实马英九要追求 他的历史定位 在2015年新加坡的 马席会的时候 那个当初他们见面的时候 就对两岸关系 只是交换意见嘛 没有签署协定 或者是发布任何共同声明 那个时候你的历史定位 已经过去了 国民党 我叫国民党出来 发声啦 说真的 前总统前主席 去台流说这个 你看国民党 现在的政策纲领里面 还写的什么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对不对 那你现在习五条里面 讲的九二共识是什么 同属一中共谋统一 那你现在到底要 要怎么办 你国民党是看到马英九去 你要不要发个声音嘛 他至少还是国民党的 某种程度的代表嘛 所以就跟你讲 我刚才为什么检论先下 如果这样搞下去 国民党真的离职争越来越远 这些人永远的在野党 对不对 好了那么我再讲一下 为什么去比亚迪 跟那个大江无人机 比亚迪现在是全球销量第一嘛 那个大江无人机 也是占全世界施占70% 那可是这两家 同样被美国制裁 对 你就安排你马英九去看 你还美国人制裁 可是我们就很厉害 全世界卖最好的 那不是在帮大陆在大外宣吗 所以就跟你讲说 马英九就甘愿去帮人家 做一些宣传而已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再看民众党 民众党我说真的 曾经恐后出来讲什么张旭凯 里面讲什么关系正常什么胆子很大值得肯定什么 他也那个张旭凯说他也愿意去那个访问台商嘛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嘛 他争取下一次访中的机会嘛 你柯文哲那个八年 办了那个双城论坛对不对 而且二零一年还讲了什么两岸一家亲 到最后为什么不是他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说 你看中共注意一下好不好 老共注意一下 我柯文哲也是很听力的 还讲两岸一家亲 所以下一次不要只让马英九去 或许你也可以给柯文哲投以关爱的眼神 我们民众党也可以弄了一团 洋洋洋洋洋过去里面 跟你老共跟习近平握个手这样 勇敢的去吧但是这一次马英九去确实大家很傻眼 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自己都已经快把中国给玩死了 结果马英九还要去参访这些已经像活死人一样的企业 对啦虽然现在是排名第一 可是恐怕接下来会被马英九带衰 因为美国现在可能会要扩大制裁 而且马英九是没有看到吗 我们的盟友世界各国现在都积极加速的要脱钩中国 阿米宽中国人会自己把中国人卷死 我来跟各位说这两天发生什么事 又起的节目你要每天都要看 我们说第一个中国的玩法会把自己也玩死的 最近李强见了法国的一个外长 这个外长非常的年轻 他叫做赛如内 那这个时候呢 李强好笑了 李强特别强调了一个市场原则 他就说 你们不能够给我们中国的车提高关税 但现在欧洲他们就说 如果放中国车进来整个所谓的欧洲的话 欧洲会寸槽不留 会直接寸槽不留 那我来跟各位说最近中国发生什么事 各位都晓得最近小米 他就推出了他新的一个所谓的汽车 小米的汽车很简单 我讲个你就听得懂了 我们台湾那台保时捷500万的那台跑车 他把它仿得一模模一样样 然后呢 台湾这种欧洲做的要300万400万500万的规格 他卖100万出头 台币100万出头 就在小米说 我要推出我的小米的一个新的车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车器怎么玩吗 中国车器总共有9家 各位听好我9家 一口气把入门车款都说好要杀大家杀 杀到大家爬不起来为止 又起电动车哦听好哦 一台9万9900块人民币 折合台币不用44万 不用44万还没这样玩啊 我就说中国人会把自己把自己卷死 真的把自己玩死 卷死是什么意思呢 过去在做所谓的锂电池的时候 领先厂商是谁呢 领先厂商是日本的Panasonic Panasonic人家按照标准的动作在做嘛 但是中国呢他就说没关系 工厂就一间一间的开你不用怕 所以中国现在全世界全十大的电池厂 他一个人占六间 只有两间有办法活 只有两间有办法活 目前只有比亚迪跟宁德时代有办法活 两强独霸 吉他的通通都在喝西北风 不是靠其他的人来补助 不然就是靠政府的一个补助 现在高管说什么呢 现在高管说 哎呦啊车做这么多 大家都是拿政府补助 可是呢车就卖不出去啊 所以呢工厂半停工 已经是常态哦 连他们自己的老板就说 哎呦早知道不要创业 就去找一个正正当当的工作 好好的工作自己来做就好了 连老板自己都想离职啊 老板都想离职 但现在呢为什么比亚迪他矯矯矯打得这么大声啊 因为现在以德国为 以德国宾室为主体的 台湾有一台 有一家电池公司叫灰能电池 他目前在法国的登克尔克 他现在在做固态电池 包括我们台湾的桃园 包括的登克尔克 同时在提供 比亚迪每天就喊了 哎呀你们那个做不出来的 你那个做不出来的 比成本一定我最低 没有错 比成本一定是他最低 但现在日本跟欧盟要联手 我跟你说 不管是未来是晶片也好 或者是電池也好 你不可以跟中國站在一起啊 你跟中國站在一起就是死路一條 為什麼是死路一條我就說嘛 他會活活把你給捲死嘛 兩個人拼價格殺了你頭昏眼花的 反正你只要活不住 就是我的 可是他沒有想過哦 他活不住 另外一個也活不起來哦 所以日本跟歐盟要聯手來研發新的晶片 跟手機啊 跟電池的一個先進的一個材料哦 好現在呢華為 華為呢 其實他完全都是靠中國市場 完全都靠中國 因為國外的人現在也沒有辦法買華為嘛 華為現在是 蘋果系統跟整個安卓系統 他都不能用 他這是用自己的一個系統哦 華為很低調的公布財報 其實還不錯 營收 3兆1000億的一個台幣 獲利3848億的一個台幣 也成長了1.45倍哦 我還成長1.45倍 但現在是重點 大家現在沒有把目標放在這邊 現在為什麼今天台積電 可以一口氣漲20塊錢 你過去你聽又齊的 又齊不給你害了 又齊是老實人 我跟各位說真的 我們來看哦 黃仁勳 黃仁勳現在他的身價是兩兆男吧 對不對 最近做出來的營收是 491億美金 總共成長了133.6%對不對 好 現在呢輝達 現在全球排第二 但重點是呢 現在全世界 不管是輝達 不管是超微 不管是微軟 不管是未來的臉書 大家突然間發現 所有的晶片 特別是AI的高規的 是有一家能做 就是台灣的台積電 就是台灣的台積電能做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台積電 今天一口氣漲漲20塊錢 因為昨天晚上的ADR 他漲了4%嘛 所以台灣來說 我們台灣今天漲了2.16% 小菜一疊啦 真的是小菜一疊 但問題來了 美國現在要擴大半導體的一個出口的一個限制哦 中國他現在是挖挖叫 為什麼中國挖挖叫呢 中國他現在一直在繞路 為什麼在繞路呢 因為他現在是用28奈米到14奈米的一個技術 他在想辦法生產7奈米到5奈米的製程嘛 所以他晶片能不能做 可以做 但晶片能做的就是只有中國能用 跟國際是不同規的 跟國際是不同規的 好 那最近的有一件事情呢 還挺有趣的 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台灣在所謂的二代半導體 二代半導體 他一代二代三代的半導體 尤其差在哪邊你知道嗎 功率 功率 就是越往後面走 他的功率越大 台灣二代半導體的一個領導廠商 叫穩帽哦 他是全世界目前在做二代是做最大的哦 結果去年呢 在中國養豬賠了20億 跑去中國養豬幹嘛 去中國養豬賠了20億 結果謝金河社長呢 他就 因為謝金河社長跟陳敬財董事長 他們很熟啦 他就說 哎呀你專注本業啦 不要再去養豬了 真的 養豬 人家是養豬大賺錢 你都沒有 但是我要幫陳敬財董事長要說說明一下 陳敬財董事長他是南僑出的生 他是做食品出生的 所以他其實腦中有時候會想到食品這一塊哦 但其實穩帽業績真的是也還不錯啦 是也還不錯 所以呢他 過去做食品好 半導體來發跡好問題來了 在這兩件事情挺重要的哦 劉德英哦 劉德英都說過 我再簡單跟各位談哦 最近有在談論他那個台字光的事情 對 但台字光那時候簽約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傳輸的線路叫同軸電纜 同軸電纜裡面有兩個軸同時在繞 為什麼呢 因為打電話的 跟網路的是同一套系統 那我問各位 過去十年來你也經歷過整個手機啦 你也看片子啊等等的 你也開始玩網路的對不對 現在的網路用什麼傳 用光纖嘛 對 因為現在發現就是說電訊 現在這麼大的系統 你用電路傳已經傳不動了 所以現在要用光收發模組來傳 可是光收發模組呢 現在卡到了300G到400G之後 傳不動了 傳不動了 那現在呢 再來的包括了AI 包括了醫療 很多特殊的哦 為什麼我們說AI這個未來的路是無限的呢 我就講一個最最簡單的 自駕車就好了 自駕車那個傳輸的速度會更快嘛 好 那現在呢 台積電的董事長呢 劉德英他就在談論一個新的東西 叫矽光子 矽光子 那這個矽光子呢很簡單 你不要把它想的很困難 矽光子就是傳輸的速度當中 我未來如何能夠衝破400G 到600G到800G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呢新的 AI的機房速度傳出來是800G的 那我800G 我現在線路有了 我電腦有了 我訊號要傳出來啊 所以那個傳輸系統 簡單的說 高通就說這套系統我要搶下來 可是台積電說 現在所有的AI都是我做的啊 所以高通跟台積電 現在在搶規格的發言權 現在就看誰贏嘛 現在就看誰贏 這是第一件事情 但是呢 現在台積電拒傳哦 美國的一場 拒傳快投產了 這快投產了 好 我們來看到哦 這個是莫比爾斯哦 莫比爾斯過去很輕忠 為什麼很輕忠呢 因為很多人其實都被莫比爾斯害到 莫比爾斯在香港 在大陸股市6000點的時候 跟大家說 中國大好 大家殺進去 通通買在最高點 通通買在最高點 但最近呢 很奇怪哦 莫比爾斯他說 請大家避開中國股市 這個是實話啦 這個是實話 那全世界台灣股市 他就說哦 如果台灣股市 他只會買一家 他只會買台積電 為什麼只會買台積電呢 因為那是真正的贏家 那我們說哦 其實不只台積電啊 我再跟各位說哦 廣達 今天股價298 今天鴻海的股價158 明年的獲利 兩家只有差兩塊到三塊 各位價格差的快一半 這是其實台灣 真正很多人會說 那通膨時代怎麼辦 其實台股當中 還有很多的好股票 目前來看 可能有點貴 漲得有點多 你把他明年的獲利算下去 現在還算價廉物美 所以跑去中國幹嘛呢 但是我們來看哦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看到 這個習近平喜歡割韭菜哦 然後呢 這個割上你了 所以呢民眾黨現在習慣什麼 民眾黨現在在這個搶著割小草 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哦 這個 黃國昌還咆哮哦 哦 我在我這個網路直播募款 為什麼綠能我不能啊 這個講的有道理嗎 我們來看 黃國昌現在被稱作是 白色恐怖募款王啊 而且連館長都生氣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黃國昌又跟柯建民 槓上了 柯建民說 藍白仗著國會過半 為所欲為 無限擴張權力 對行政部門開始實施新的白色恐怖 而連已故的這個蔣介石在世 都不敢如此啦 但是這個黃國昌又咆哮了 民進黨國會改革跳票八年 才應該向人民道歉的還說蔡英文 你應該出來制止這種為了護航 而繼續胡鬧的行為吧 然後呢 這個然後黃國昌的最近在忙什麼 忙在這個網路直播這個募款 哦 如果不是因為當機的話 他兩個小時募可能不只一百二十萬 可是這一幕的館長生氣了 這個館長在直播的時候呢 被網友問到 嘿 你要不要辦漲電價大遊行啊 就館長說呢 我辦七一六之後 不但賠了我的生意名聲 還被藍綠媒體封殺 誰敢再叫我辦遊行 聽起來就是叫我去死啊 然後呢 這個網友就說 可是我們現在看黃國昌直播的人好多 館長跟你氣了 我快要把自己弄死了啦 想當初 我把這些人送上去了 你看看 把我這邊的館粉都割走了 他能不多嗎 然後呢 為什麼他講這麼這麼生氣 因為館長的斗內 據說從本來七八十萬 現在跌到只剩十幾萬 都跑到黃國昌那裡去了嗎 然後就有這個網友說 館長 你再吃醋喔 館長就氣刀罵三字經 說我現在就像一個階梯一樣 踩完了 這個階梯就拔在這裡 就沒有用了 真的很悲催啦 而且呢 不只這個 黃國昌來割這個館粉喔 你看看 這個柯文哲喔 柯文哲呢 據說現在開了什麼 木可公關公司 跟他們這個合作 要販賣七點半的T恤 連帽外套等等啦 然後呢 所以呢 就有網友大聲 八年執政的政績就是搖錢小草嗎 好 因為呢 我們來看喔 繼黃國昌開直播 跟網友募這個政黨責任款 沒想到兩個小時就達標 而且還是在當機之下達標的 現在民眾黨的這些議員 紛紛仿效 而且不只議員 黨公職 我們看到了 還特別做這個廣告 要來募款耶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缺錢啊 因為看到黃國昌募款喔 這樣這個官網當機 據說點擊高達 一百四十一萬次耶 然後柯文哲就跳出來說 齁這個要查 是不是有駭客攻擊呢 然後呢 黃國昌就被問到說呢 可是你這樣直播募款喔 會不會採法律紅線 誰說的 哪一家媒體 然後他就罵民進黨 說綠營側翼 就是看不懂政治獻金法 民進黨黨公司也對歪募款啊 怎麼沒有聽這些側翼 指控民進黨違法 又是綠能我不能嗎 啊你不是說 你要超脫藍綠嗎 你要雪人節啊 而且呢 這個民進黨有這麼誇張嗎 而且呢 關於臺志光案 柯文哲簽了四十七個子約 而且一年給的錢 比一年多 是在浪費大數人錢 可是黃國昌卻說 哪有 他還保留這個 兩妹一妹 這個就是在幫人民審核包 到底懂不懂啊 然後呢 這個 黃國昌怎麼講喔 這個他說在我的理解範圍內 柯文哲可是很負責任的阻止 臺志光呢 在沒有不法的證據情況下 也沒有辦法解約啊 他做的呢 只有不要讓臺志光予取以求 儘量看緊人民的核包錢 所以這個很負責任 已經很厲害了 很了不起了嗎 然後呢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幹嘛把公文偷回家 所以鍾好評告陳志涵偷公文 可陳志涵說只要議員有所知 就可以進系統查到 那哪是什麼機密資料 我們沒有要卸任的時候 趁月黑風高 把一堆公文印了帶走好嗎 還說有些議員可能不認真 每天都在跑政論節目 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 也不知道可以索取 反過來講 我們民眾黨透公文真的很可笑 可是簡書培 他就去所知啊 人家就是要不到啊 有些民進黨議員所知 就是要不到啊 只有你陳志涵 所算有那個架木表 這到底是這個怎麼回事 但請教這個靜宜啦 當然你怎麼看 民眾黨現在全黨這個歌潮運動 然後現在如火如燭在進行當中 而且連館長都生氣了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是柯文哲選後 沒穿褲子嘛 那你要知道這個木可公關 這間公司的這電子商務平臺 有一個特色 什麼特色 他連柯文哲黨主席 想要上去找褲子都沒有賣 哈哈哈哈 他裡面是沒有賣任何褲子的 現在褲子是偽禁品 對對對 沒有這個東西啊 對因為怕敏感嘛 所以我就建議國民黨應該要出內褲 上面寫潮水退了 可以送給柯文哲 對不對 因為我是覺得這種文創新創商品 大家都可以往傳創意 但是就一個問題 柯文哲有強調嘛 他說七點半呢 是一個建立什麼文化運動 對 他有沒有想過 他現場在銷售這T恤的時候 來幫他代言的 是這個民眾黨的發言人 我們很久沒有看到的徐千晴 他就幫他穿衣服 然後呢還有黃國昌什麼都去 可是木可是一間私人公司耶 小草到底有沒有清楚說 木可這間公司的錢 他到最後是進到這間私人企業裡面 跟民眾黨有百分之百的關係嗎 所以如果你們是為了民眾黨好 而去買木可的產品 我真的覺得你們搞不好誤會了 那是柯文哲跟他朋友的 但是他的負責人叫做 那個叫做李文娟 不是娟錢的娟 是女字編的娟 但是我就問 跟李文中有沒有關係嘛 就這樣 因為出席記者會發表人都是李文中啊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這誰的小金庫啊 天啊 所以有時候小草 會不會是搞錯了 他以為說 好我去買帽子 我去買T恤 都是支持台灣現在的第三政黨 所以這跟什麼文化 這跟什麼 其實根本就沒有關係 那跟什麼有關 就是跟你想要賺錢有關而已嘛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柯文很特別啦 他把小草當什麼 我之前說嘛 小草都要知道風向怎麼吹 所以草知擺 就草要知道往哪裡擺 好像社會風向往哪裡 我就要往哪裡擺 沒有想到 這樣搖下去搖再用一點 會搖出錢來 真的誰想得到搖出錢來了 對 所以人家以前說搖錢樹 沒有 他們叫搖錢草 搖搖搖搖搖 我跟你講 其實我認為我是倉粉 我覺得黃國昌是有創意的啊 他是繞了一圈 讓大家當他的分母 去一起承擔這個責任額嘛 這個沒有法律的問題哦 但重點來了 重點是 120萬捐完了嘛 那個網路又當機 所以很多倉粉不高興 奇怪 你民眾黨為什麼之前 募款的時候 不是募款到800萬嘛 又當機 這一次才120 又當機 所以其實這表示什麼 表示很多倉粉 都覺得民眾黨的管理 非常不專業嘛 你連一個官網都沒有管好 可文哲才出來說 可能是因為那個時候 駭客攻擊啦 對 141萬次嘛 恐怕是駭客攻擊 嗯 我就問是真的嗎 我跟你講 要嘛就是我跟你講 因為141萬次這種 有可能如果是連續性的 嗯 那可能是叫Dose攻擊 但是這種Dose攻擊 是很普通很普遍的 其實你的系統 只要加幾千塊 就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可以防範了嘛 那為什麼 上一次 我們國昌募款的時候 就遇到了 這一次又遇到 又遇到了 專門對著國昌來的 對 然後你說可能是駭客 有駭客是想要害你募客嘛 所以你駭客 為什麼會想害募客 駭客 駭客為什麼會想要去 害你民眾黨 嗯 這很怪都選完了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之前 可文在選的時候 有一個老 人家懷疑會不會是老鼠尾 為什麼 他那時候不是說嘛 有一段錄音 對 有傳給記者們 那時候民眾黨跑出來說 哦 這是 柯文哲聲音 那是變造的 嗯 所以他們懷疑是有人刻意變造 所以拿去報案 但有趣哦 這個案 怎麼沒有 結果沒出來 哦 對啊 所以你柯文哲不能 一而再而三的使用 人家懷疑的 老鼠尾的小技巧 去來包庇你們的錯誤 或者是想要帶政治風向 或者是聲量嘛 為什麼 我們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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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懷疑會不會是老鼠尾 為什麼 他那時候不是說嘛 有一段錄音 對 有傳給記者們 那時候民眾黨跑出來說 哦 这是柯文哲声音那是变造的 所以他们怀是有人刻意变造 所以拿去报案 但有趣哦 这个案怎么没有结果没出来 哦 对啊 所以你柯文哲不能一而栽再而栽的使用 人家怀疑的老鼠尾的小技巧 去来包庇你们的错误 或者是想要带政治风向 或者是声量嘛 对啊 所以我就问陈志案 哦 去年那一个录音档 有报案结果出来了没 到底是伪造还不是伪造 还是是柯文哲本人的声音 对不对 应该讲清楚嘛 这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但要知道台志光的案子 柯文哲本来是想说 我拉绿的来打蓝的嘛 结果我觉得我之前表扬过陈志案 很勇敢 他把长文件这件事情说出来 原因就是为了要自保 他的皇上柯文哲嘛 我觉得他敢讲出来我觉得很勇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时局一变他就说 没有这些是议员所知 其实我跟你讲台北市政府的这个 讲话案如果要打柯文哲太容易了 为什么 其实所知其实是要填单子的 对啊 蒋市府只要去查一下你有沒有填 有没有填相关的资料 就可以查出来了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陈志案 如果你觉得公文放在你手上不安心 没关系交给你楼下的我 因为我是他邻居啦 我是他家楼下 真的真的交给我 我帮你拿去给剪掉 好不好保护柯文哲嘛 你今天藏这些文件干嘛 你要自保 还是你如果真的要保护柯文哲 很棒 你就把这些资料都拿给剪掉 查一查就好嘛 不要每一天这样子变来变去 那另外呢我要讲 柯文哲的效应的结果选完后 柯粉基本上都没有留在柯文哲的身上 留在黄国昌的身上 真的假的 因为我也是昌粉 但是我是柯黑昌粉 所以你要知道馆长的部分 馆长他直播结束后 他的那一场累积的总观看次数有6.6万 但是在同一天差不多的时间 黄国昌就有9.9万 然后呢再加上斗内的金额 这个馆长之前啊 你要知道在1月的时候 馆长有77万 一直到2月的时候跌到11万 哇差太多了 那现在还有14万 所以你说馆长虽然跟大家讲 我每一天的营业额是400万 但是我说真的 因为馆长做事业很大 他的这个营业成本恐怕都不止400万 所以我要说真的 我觉得馆长他是客气 还客气了 他不敢去骂柯文哲 不敢去骂黄国昌 因为他们很怕 你知道柯粉最喜欢干嘛 出真嘛 所以他会怕啊 所以他只是一试一试一下 我都愿意化作你的石头 让你踩在我的肩上 你要卖产品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要支持 一样的柯文哲价值的电商 对啊应该要这样吧 就我们从选完到现在 都没有看到柯文哲跟黄国昌 去帮忙馆长任何生意上的事嘛 可见你问柯文哲跟黄国昌 他们去割小草之外 还会帮助年轻人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社会价值 柯文哲建立的人设 七点半这件事情 跟他的成功 跟他现在是无关 那七点半只是一个 不负责任爸爸的理由 就这样而已 可是你觉得这次的募款 可能会造成民众党的分裂 我是这样子 应该有蛮多人就说 天哪 怎么黄国昌先募了 因为你知道小草 他的资源有限嘛 你这割完之后 他要长出还要一阵子 还要存钱啊 那你割完了一片 剩下一点小渣渣是怎样 留给我们哦 不够嘛 黄国昌一割完马上 黄珊珊就说要跟进啊 对大家都一直跟进 然后跟到议员也跟进 跟到明代代表 地方代表也跟进 小草是要被扒几层皮啊 对然后接着柯文哲也不遑多让 开了这个七点半T恤 请大家来跟进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 天哪 我们小草到底要捐给多少人 而且有小草真的很有爱心 说拜托可不可以列出一个例子 告诉我们谁的斗内不够 我们赶快再去加 还帮忙分 对对对 所以这种感觉啊 确实啊 就很像一个耶稣会 互助会 我们觉得感动 不过这个黏晃怎么看 黄国昌跟馆长这个友谊的小船 竟然因为这样子 开始这个摇晃晃 甚至可能翻船 那事实上很多人也在讲说 黄国昌的这个募款的能力 可能这个还胜过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现在开始卖衣服嘛 然后加了几包咖啡包之后 就把它涨价到一千多块 这样子是不是就能够 拼得过这个黄国昌 很难讲 所以你怎么看 这一场募款 割小草运动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可能造成 这个民众脑的提前分裂 你看馆长都生气了 好最早讲黄国昌直播募款 可能踩政治线红线 就是我 这是我说的 但是黄国昌我告诉你 我不是彻翼 我是主干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其实我不是只针对黄国昌 而是因为很多政治人物 都在直播募款 这的确是在踩政治现金法的红线 不分区不能募款 第二现在即使是区域 现在也不能募款 好黄国昌说民进党也有公职分摊金 他们也募款 可是民进党没有人像你那么嚣张 公开要直播募款 公职分摊金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当公职 你如果当到一个不分区立委 你连120万你都募不到的话 你都要去割小草 你记不到德 而且证明你没有能力 黄国昌你募不到你拿不出120万吗 你有啊 你们两夫妻两支表就100万了啊 我 这财良申报都有记录啊 一支75万一支25万啊 两支表就100多万了 你还有现金存款400多万啊 难道你付不出吗 好你说我舍不得拿自己的钱 肉要痛啊 你去找12个企业组 一个人募10万可不可以 因为这都合法 而且我相信10万这些老板们 也不会跟你讨什么人情啊 10万大家就当交个朋友嘛 对不对 这是正常的公职分摊金的募款方式 而不是找小草 因为你这样直播募款 有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捐给你 那万一是中国勒 对啊 不能收受外国人政治现金哦 还有你说你额度120万对不对 那请问如果多出来的部分怎么算 你跟民众党怎么拆账 三七四六还是五五 哦对哦 多出来的钱算谁的 哦 假设那天捐了300万 那多出来180万算谁的 你觉得黄国商量这么好心 说这个钱我就捐给党中央 那有没有可能把多出来的钱 收到自己口袋里面 这都违法哎 这就叫彩虹线 而且我跟你讲 你直播募款如果不禁止的话 以后很简单 我是立委假设 吴静怡今天找我事情 找我帮他瞧 我瞧好之后 总要有一事一事嘛 那怎么办呢 静怡我跟你讲 我今天跟明天晚上开直播 你知道吼 你唱歌 你知道吗 你觉得我上很好听嘛 我懂我懂 就懂了嘛 他可不可以懂那里 可以啊 我收钱 我检察官查到他都没辙了 他觉得我唱歌很好听 怎样 所以这里面真的有太多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黄国商 你不用咆哮 你也不用生气 因为你是最早开始 但是我觉得黄国商很聪明 我都我都怀疑吼 黄国商已经事先得知 内部讯息 知道这个木可公安公司 快要卖产品了 哦 因为你知道 小草只能割一次啦 嘿 现在都已经快爬到草根了 真的 他知道柯文哲 这个木可公安公司一开卖吼 小草会被他割走 那我先割一波 哦 然后柯文哲再割一波 剩下的你们只剩下渣渣了 真的 难怪联合 联合登这个 党公職募款 这些小草很多都可能都还是大学生 或是说刚出社会 一次一千五百 你觉得他们一个月能有多少 多少个一千跟五百捐给你 嗯 你觉得这小草很好割吗 不过我先插题讲一下木可公安公司 我觉得柯文哲 你这家公司是走在政党不得有党赢事业的红线上 对 你在采线 嗯 木可合起来叫柯嘛 对啊 对不对 请问有哪个笨蛋开一家公安公司 在台湾开一家公安公司 我会明目张胆 我旗帜鲜明叫木可公安公司 那就说这家公安公司 你如果把国民党跟民进党行李都卖走 嗯 如果我是国民党我是民进党 我会找你木可公安公司来做生意吗 对啊 你摆明就是柯文哲 那我问你 刚刚静怡问得很好 这家公安公司请问谁开的 他跟柯文哲什么关系 跟民众党什么关系 因为依政党法政党不能经营党赢事业哦 柯文哲又在踩红线 嗯 他又又用卖弄他的小聪明在玩这个东西 嗯 他为什么要卖 卖东西 我认为柯文哲目的当然 能多少骗一点钱是骗一点 因为小草反正不割白不割嘛 草长高的总要割掉嘛 以免杂草重生影响环境卫生嘛 好柯文哲 可是他这个时间点会让人家觉得很 大家觉得说你民众党也太夸张了 你的得票补助款 一亿一千万才刚入手 对啊 你民众党现在有缺钱吗 然后 内政部给你们的政党补助款 最慢 今年也会也会进账 今年没有选举 对啊 明年也没有选举 那你现在有缺钱吗 你有必要把小草割到这样寸草不生吗 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割草 那根本是用 毒息笨除草剂下去了 哈哈 已经寸草不留了 你知道吗 你想想看 黄国尚割一次 柯文哲割一次 黄涩和其他人再割一次 党公职再割一次 连湘明代表都要割一次 好狠哦 你觉得这些小草真的是他们上辈子欠你的吗 好他为什么要把咖啡要套装卖你知道吗 因为咖啡是毛利最高的 哦 你知道他的 那个绿挂包好像是10包还15包一盒 加一件T恤要卖1000多块 夸张 而且昨天还有媒体人讲说上面为什么印7点半 因为最便宜啊 用印刷最便宜啊 数字最便宜 不用设计啊 而且也没有版权的问题 因为那个字体谁都可以用啊 你干脆印6点半好了 哈哈哈哈 好最后我讲一下台智光这个事情离谱了 离谱 黄国昌 没必要拍马屁拍成这种程度了 对 柯文哲帮台北市民省了什么钱 省了什么钱 黄国昌你都没在看突发奇想 是啊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3M2,220块 2,200块谁定的 就柯文哲定的啊 你好意思拿1M2M 你干脆讲256K好了 真的 你好意思讲那个 你都不去检讨一下 柯文哲为什么订出3M2,200块 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还说帮台北市民省钱 你有脸讲我还真没脸听 柯文哲帮台北市民省了什么钱 省了什么钱 黄国昌你都没在看突发奇想 是啊 我们已经告诉你了 3M2,220块 2,200块谁定的 就柯文哲定的啊 你好意思拿1M2M2M 你干脆讲256K好了 真的 你好意思讲那个 你都不去检讨一下 柯文哲为什么订出3M2,200块 你告诉我为什么吗 还说帮台北市民省钱 你有脸讲我还真没脸听 真的那47个纸约 对 然后一年比一年给的钱 对啊 你如果觉得不合理 为什么要订那么多纸约 你可以不要订啊 对啊 好那最后静怡回去告诉一下你邻居 哈哈哈 说谎的人哦 记忆力要很好 嗯 他现在讲说那个资料是上网就印的到 嗯 陈志涵明天开个记者会 嗯 现场表演 对上网印出那份合约 我不要看组文 我要看你那个附件 对你手上的对张 对你印给我们看 嗯 你第一时间不是这样讲的哦 对你第一时间想是为防小人陷害 所以我们要保存资料 如果是上网印的 你为什么不要第一时间 我就上网印的哦 不信你现在手机拿来我上网给你看 对 其他台北市议员为什么要不到 他们能要到那个合约 纸约的组约没有问题 但是附件是要不到的 对 那你告诉我 而且上网印的公文怎么会有齐封章 怎么会有官方 嗯 上网印的公文 通常不会有这些印章 至少不会有齐封章 齐封章那是正式资本公文才会有齐封章 所以陈志涵没关系啦 反正钟小平去告你了嘛 那你出庭的时候 就好好讲 要不然那个请柯文哲帮你请个律师 好好去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可能是触法的 那钟小平去告也是人家权利 你们民众党也没少告人啊 只准你们告别人 别人不能告你 这是哪一门的标准 不过任俊真的让人家看不懂 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这个 歌草运动的话 可是这个小草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嘛 因为民众党支持者 很多真的都是什么大学生啊 刚出社会年轻人啊 那到底能够割多少次 如果是会2026做准备 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怕会弹性疲乏 那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割草 我觉得柯文哲创造了 自然界的一个奇迹 过去很多人讲说 小草不要太开心 小草就是草本植物 不会变成木本植物的 柯文哲厉害 短短几个月把小草 从草本变成木本 变成了一棵树 但这棵树就变成是摇钱树 摇钱树 就这么简单 真的 那个会被消音哦 真的啊 对那天他直播 他的那个KPTV 把那个记者问了摇钱 两个字消音了 那就变成 嗯嗯素这样 对 出房记者素 小草对柯文哲 对民众长来讲 真的很重要 每一票都很重要 选票很重要 钞票也很重要 所以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柯文哲都想过 为什么要七点半上班 你知道多少网友 就讲说七点半上班 那我要几点才能下班啊 那加班费谁帮我出啊 黄库昌说这是个快乐的文化 对不要想太多 加班费就捐给民众党就好 他连这个你的收入来源 都帮你想好 你就多去加班 多上一点班 多赚一点钱 他就可以了嘛 嗯 所以你看为什么 大家要抢着 抢着通通一起募款 你知道 哎大家一起来募款的天哪 不是当然要 要是我我也敢着抢啊 我要是落后的时候 大家没钱了 谁募款给我啊 真的 所以当然是接二连三 你看他们是不约而同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 大家都一起把这个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 会立刻就伸出来吗 好歹Grace也要点五分钟 十分钟 把那海报做一做吧 对 你怎么不觉得 他是原先大家都已经讲好了 就那个时间点一起po嘛 这个现象 谁知道黄国昌先动作了 而且这个现象 其实同样在直播里面啊 我真的建议民众党的朋友啦 大家开直播没有关系 分时段不要一起开 一起开很尴尬 你知道吗 我两边看三边看 看不来啊 网友可能就一只手机嘛 我怎么分三边看 所以当然看到谁的声音大 我就往谁那边去啊 所以现在他们的流量 会开始被瓜分掉 这完全是正常的 当年挺寒的时候 不是一堆直播主吗 大家都靠寒粉吃饭啊 结果后来那个友台 电视台被收掉 改做网路的时候 好多那个都跑去 看那个网路了啊 一大堆挺寒直播主 有去啊你知道吗 没所在去啊 所以我来一堆就跑去挺科啊 因为要找科本去帮他看流量 一样的概念 历史都在重演嘛 所以我觉得对于民众党 现在本身来讲啊 其实我都讲一句嘛 如果大家还回忆一下 民众党在这一次选后 尤其到这个立委就任之前 他们喊的最大声的是什么 他们喊的最大声都是国会改革嘛 要求国民党民进党的那些立法院院长要选的来我民众党报告 来这边说明看我们要不要投给你说服我再说 请问从立委报道到现在为止民众党讨论的都是钱 对啊 他给你讨论什么国会改革 真的都是钱 没有啊 就这个党好穷哦 穷到只剩下钱啊 就只能谈钱而已啊 你看卖东西 勿可公关公司 我想说公关公司是在接什么案子要去帮忙游说 没有没有先卖东西再说 黄国昌开直播干嘛 先募款再说 对啊这些小草们 不是这些也不像中草 党公职 这些大家都在开始 要的都是钱 每个谈的都是穷 就连柯文哲选从头的时候也谈的也都是钱 可是我不懂啊 柯文哲讲过啊 我选举是花最少钱的啊 我就不要花钱啊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 你真的相信 你怎么会相信这一段 大家现在都不信了 不是啦 他们自己那个后面这几个月花的钱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如果一个政党都在骗 到正式运作的时候 我不是说他前面没有在运作 只是这一段时间 大家一直在高度关注 居然所有的议题都围绕在钱上面 对啊 那之前所谈的那些 我真的觉得是大家太认真 看待民众党所提出来的东西 而且补助款上亿才进来 你这缺什么钱啊 我的钱就是我的钱 可能不会拿出来 但是既然政党是大家认同我们 所以我们的钱就由大家来出 我觉得这是比较颠覆大家的一种想法 所以你说有没有采捐款的红线或干嘛 事实上他就是闭一个巧门嘛 你进我民众党的账户嘛 所以是捐给政党嘛 下面瓜糊著名比如说康仁俊 谁谁谁啊 那就是这个就代表是我 grace木来的 他用这个方式去毕掉嘛 就是政党的这个所谓的责任额的部分 为什么不分区他会要求你要给责任额 因为很简单你的位置是党里面给的 结果现在不是啊 因为位置拿到我的 你知道很多的部分区的责额是这样啊 就你要捐薪水捐出来啊 那现在看起来薪水还是要拿在自己的手上啊 因为捐薪水是我的啊 募款也不去募 反正你们要听我们就来捐 小草买单啊 所以能不能继续买 我觉得还有一点还有一些机会啊 为什么 因为反正大家都各自想尽办法 所以我回来看最后我看馆长 其实我倒觉得馆长不是抱怨啊 我替馆长 我自己因为我不认识他嘛 但我认为他不是抱怨 但他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去讲说 这要自己逼 我就像一个阶梯踩完了 这个阶梯白痴就没有用了 谁会这样啊 通常讲这种都是一定有委屈的人才会这样说嘛 对不对 我很高兴啊 对他们做他 我做我的我没有关系 顶多就这样而已 讲白痴你们踩着我上去啦 过去有多少跟柯文哲合作 或是帮助柯文哲的人 离开柯文哲对柯文哲的评价是什么 就用完就丢了嘛 没有利用 没有 不能讲没有利用 就是他觉得在这一段 他之后不需要你就渐行渐远嘛 那五个立委也是一样啊 上一届那五个啊 找到黄国昌之后 立刻就来了一个 说我黄国昌一个人战力抵过五个 那五个 真的吗 真的 有人提醒我说有个去选副总统啊 然后现在在哪里 回企业去了 就是这一些 其实馆长讲的是 过去一堆人离开柯文哲的心声 管长不好意思说他要离开啦 我会讲实话啦 他现在只能说他自己做自己 我也相信他不靠董内在吃饭啦 因为他卖东西嘛 他说要离开又要被出征了 他有很多的 这好像也是过去大家的 离开柯文哲的心声 就一堆人被出征了 馆长怎么把这些过去的 这个过去完成事 现在他是不是担心 变成未来进行事 好的 即将会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就说 就是说 馆长在过去里面 他对于政治的喜好 其实都非常明显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爱柯文哲嘛 都都有来来去去嘛 可是他以前从来没有怕过 没有没有觉得说会被怎么样 会被怎么样 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当他今天出来讲说 我就像一个阶级 而且你知道吗 这句话其实这一些的对话 其实是有原因的 看起来应该是仓粉 去他那里踢馆啊 因为有人在他那边留言说 哇你看现在黄国唱直播的人 好多啊 然后后面又补了一个说 哇他斗内比你多什么之类的 所以才会 馆长不是吃饱撑着没事干 自己都在讲这些 馆长你在吃黄国唱的醋 就是有人不断的去那边弄他 你知道吗 那我就讲啊 坏坏 这些过程不就是一样啊 对小牛去找了那个人要来直播 以被人家出征 就是你们都是坏蛋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是 民众党非常独特的现象 其他政党没有人 也不是说没有人敢 可能没有人想到要这样做 也可能没有人敢 但是对于民众党来讲都OK 但我真的只提醒民众党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